哈喽 大家好 这期节目对我个人来说是好梦一日游 给了我这么一栋大别墅 还有我的车库 三个小时使用权 外加的一辆非常漂亮的山海套性能版 走 咱们今天就聊这车 就我对皮卡这种车型吧 我从没有把它当成过工具车 在我看来它跟厂门车一样 都是玩乐属性极其强的车 山海炮它的性能版本 也在昨天刚公布了预售价 是28万9千8 正式的上市会在第四季度 广州车展的前后 如果您开始有想法 想玩一玩越野 玩一玩穿越 我觉得这辆车 其实可以帮您省非常多的时间 省在哪儿呢 就是改装 那么这辆车基本是一个改好 精装交房的这么一个状态 都改哪儿呢 相比普通版 首先它是直接换上了 这个百路池Q2的轮胎 然后里头呢 是换上了 K-Man的暗减这么一个减震 这些啊 我是听起来老炮说的 都很厉害 但具体我不清楚啊 但是行家选的准没错 哎 接下来拿一个柚子 拿它比过什么呢 其实这个车的最小离地间隙 我记得大概是237毫米 这个柚子刚才量量 差不多是220毫米左右 比一下大家就有感觉了啊 这个离地间隙 包括走一些烂路什么的 对它真的够不成任何威胁 这个柚子我放在手里显得很大 但是跟它面前的就显得很渺小 跟个橙子似的 那往前看啊 它这前后杠呢 都换成这种金属的前杠 偷偷说啊 刚才我不小心撞了一个路边那个铁的隔离堆 然后下来看一下 一点印都没有 吓死我了 那这么看 其实平时啊 穿越什么的 一些小的花花草草啊 一些树木啊 石子什么的 对它都是不构成伤害的 这个特别棒 那么前头这两个红色的呢 其实就是它的 和大梁直接相连的硬拖车钩 这个强度也是非常高的 这里呢 预装了一个12500磅 这么一个脚盘 我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啊 反正就是听说很厉害就是了 另外一个好处啊 验车不用担心 这个车已经改好了 它什么样 行驶这儿就什么样 可以看到啊 这儿还装了一个原厂的涉水喉 这个最大的安全涉水深度 刚才听厂商介绍呢 是差不多900毫米 接下来看看后面 来的车尾啊 后杠同样也是金属的 跟前杠呢 呼应上了 然后另外可以看到这儿啊 原厂自带一个是拖车钩方口呢 它的牵引资质是3.3吨 然后还预留了垫的口啊 之后就可以加装 非常方便 只要您买了拖车有驾照 合法上路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山海炮的后货舱啊 它们叫货舱 它们叫货舱 但我看来这就跟买房送了一个露台一样 这个后轨箱盖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是长按 长按就可以平开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 是这样 这个隐藏按钮 按三下之后 就可以一个对开 这就特别适合什么呢 到达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在这儿 开个椰子 发个朋友圈 这种感觉绝对爽 这也是我一直喜欢皮卡的一个原因 走到哪儿呢 都是一个观景台 甚至我都想啊 在这后头 咱能不能支一火锅 弄一个小椅子 咱也不用下去摆摊什么的 就车上就搞定了 说到露营啊 火锅这块还预留了一个 220伏的电源接口 最大的是400瓦 朋友们啊 我实在是太喜欢这个位置 让我在这儿再多享受一会儿啊 咱们坐这儿接着聊 原来我们修理厂啊 有几个老哥 当时开着哈维是酒 每两个月来一次修理厂 走的时候 都是干干净净 板板正正的 但是开回来 就满车都是泥泞 然后前杠那个蒙皮啊什么的 磕得心里哗啦了 后来我们问 说大哥你们两月以来干嘛呀 他说我们就开这车啊 去玩 就我跟那些什么普拉多呀 陆寻啊 大之一一块出去 很多的地方 他们不敢做的动作 我们敢做 他们不敢去的就是我们敢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配件啊便宜 可能他们换一个前后杠 跟像这种车换一个前后杠 维修的价格有可能差好几倍 山海炮呢 我觉得他这个用车成本低 也是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点 因为像户外 你就得敞开玩嘛 如果在越野你还得 是不是谨小慎微这么玩 多没意思呀 对吧 我是喜欢这儿啊 但是你要带着家人出去 你不能让人坐这后头 咱去车里看看 踏板必须的 而且性能板 这儿还多了一个扶手 一看就是专业硬派越野车的配置啊 那么它的机舱里的动力系统呢 这个动力系统跟坦克500啊 是一样3.0V6然后加48伏轻混 车里的配置呢 像这一块啊 各种越野的配置几乎就是拉满了 比如看前锁后锁 低四坦克掉头 然后舒适的配置呢 像主副驾的座椅通风加热 也全都有 还有一套L2级的驾驶辅助 像什么车道保持 并线辅助 这些ACC都是有的 所以路上可以节省很多的体力 那整体的氛围啊 其实可以看出来 跟我们理解的皮卡货车 那是完全八干子打不着关系 就是一个非常豪华的硬派越野车 包括从这看啊 还有一块表写着炮 就是有这么一块表 山无水则不灵 车油表就显得特别的尊贵 接下来呢 咱们再去后排看一看啊 好 咱们坐到后排看一看 前排我这坐姿是一个比较嚣张的坐姿 皮卡原来后排的问题啊 就是因为它后仓是直立的 所以说它这个后排的座椅呢 是比较的垂直的 会很难受 那么它的后排呢 是可以垫条的 坐垫跟靠背是联动的 这样的话呢 后排能有一个接近33度 这么一个角度 长途呢 在这儿休息一下 还是很惬意的 后仓呢 这儿还有一个电控的窗门 可以选择半开或全开 在中控台就可以控制 待会儿有一个环弧的路线 咱们动态开一圈试试 刚才我已经开了一段 我现在决定动态的 咱不用想这封路 摘了 就用手机自己的收拾了 为什么呀 我想大家感受一下 这个山海炮性能板 它里头的坐舱啊 NV是表现实际的 这是出乎我意料的好 走 咱们边走边说 山海炮呢 它主打是一个豪华的嘛 豪华加越野这么一个定位 豪华程度呢 首先你安静 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做到的 不得不说包括卫台啊 坦克平台啊 包括这些平台的车 都卫视的表现是真好 平时开皮卡的机会其实不多 刚开的头五分钟呢 确实感觉啊 有一个开巨大车的感觉 现在开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现在开起来 我就像在开一个 开坦克500这种感觉 虽然它的车长的五米四啊 很长 但是和开五米左右 那种MPV的感觉不一样 开MPV的时候 我明显感觉 我转弯的时候 这个车尾啊 我能明显感觉到 我的重心是在车的中间 那个部分 但是像开这辆车的时候 我现在在这种山路开 驾驶的体感 我是感觉不到 有一个厚抖的存在的 就是感觉车从我这开始 重心就在这里 跟我试驾前想的是不太一样的 那就刚好遇到这么一个 窄路掉头的情况啊 然后底下大家可以看到 这块就是沟 因为这个越野车啊 包括这种大皮卡 盲区还是挺大的 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 全景影像啊 给你看着点 刚才侧轮真的有可能 在栽沟里 哎 顺利通过 好了 谢谢大哥 刚才呢 我们一直是在公路 一个环岛的试驾 哎 赶巧了 来到这么一片 有满是碎石啊 鹿这么一个地方 这就是来都来了 咱不得试试 那个坦克掉头啊 对吧 那第一遍 我们先用正常地挡的模式 来 掉头 差不多快到柱子啊 这么一个距离 然后我们再拐回来 还挺到刚才的位置 还是 地挡 打死 OK 走 这明显看出啊 后轮就在锁纸 在帮助 哎 缩小转弯半径 刚才车头已经是到那个柱子那块了啊 现在这么看的话 掉头完成了 我感觉缩小了 至少得有 一米五到两米吧 大概这么一个距离啊 所以我这种越野小白来说呢 就是这种高科技配置啊 越多 越省心 越好 那么一天的试驾结束了啊 我们俩都圆了一次自己的皮卡梦 好梦一日游即将结束 那最后一个环节呢 我们俩昨天晚上啊 就一人 准备了一个小新分 我们就把呀 对皮卡的畅想 想干的事 一人写了三个啊 咱一人 先抽一个吧 然后说说为什么这么选 然后试驾完之后 你觉得这个梦想 跟你想象的差距大不大 叫任性的买花 你为什么写的是这个 因为我喜欢种花 然后有个花园 但是呢 每次去买花 咱们那SUV吧 那根本就放不下去 导致我用花 要么导致放 要么呢 每次根本买不了几个 我就想象着 就是国外那种 买一整车的鲜花 然后带回家 然后开始不拙的小花园 我觉得这个车 拉一整车的鲜花 问题不大 但是可能这个钱挺多的 之前我们干过一回 拿那个CLK敞篷车 拉了一棵小树 那一路啊 就别提 就仨字 闲眼包 树枝 由于是敞篷竖起来嘛 最后到家 那个树叶啊 掉了好多 挺心疼的 你拆我的 一车水果 海鲜 对 这经过也差不了 咱俩这个差不多 十一时候 从烟台回来 我就看当地那个扇贝啊 什么的 一块钱一斤 巨便宜 然后后来我买了三箱 但是那是SUV嘛 装回去 装回去 开到一半啊 这车里的味道 就开始不对了 那个因为封闭的空间嘛 但是皮卡呢 首先啊 它这个后头 还涂了这个货香宝 所以你即便是有海鲜啊 什么的汁 汤撒在那上 回家拿水枪一喷 就干净 特别利落 另外它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嘛 所以说也不会导致异味啊 穿到车里 叫移动泳池 这个是不是你小红书视频看多了 这个我想着就是 我看因为我看到小红书上 有爸爸拿那个露营的拉拉车 给改装了 给孩子当那个移动的游泳池 有点 有点惨 有点惨 鱼缸大 那个要是改成一泳池 我都得管他 我都想好了 先让崽子游 再让狗子游 狗子游完之后 这水也不浪费 洗个车 交个花 再去一次阿洛泰 对 三次去阿洛泰的是 跟着一个品牌去冰水试驾 然后当时阿洛泰那个景色 尤其雪景 那真是太美了 但后来回来呢 跟很多朋友说 咱什么时候组队去一下 他想我们手头的车 去那儿呢 纯属是玩飘 就是作呢 一般的城市SUV 包括我们现在的电车 到了那种环境 你没地方充电 你离地间隙太小 你的四驱不行 都是问题 但是像山海炮这样的 它的底盘高度 哪怕积雪机这么厚 我觉得都是可以平摊过去的 因为它四驱也非常厉害 是伯格华纳的 4A加M-Lock 听说是顶级的 这个我也不太专业 就不吹了 这套四驱系统 可以让你脱困 同时它的脚盘 前后跟大梁连的拖车钩 还能帮助别人 所以我觉得开它去新疆 阿罗泰 包括冬天 那种地方 都是安全感要提升很多的 最后一个 改成路营房车 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是吗 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为什么呢 皮卡的话 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在后仓可以放一个 你叫多功能的支架 拓展架 对吧 你把车顶帐篷放在这儿 它的车顶帐篷的高度 不会超过车顶 所以说你第一是不会说 有那么夸张的风阻 像我们那个电车 你不装的时候 二十几度 装了之后 直接奔三十度往上 油耗 电耗是非常的夸张的 装在这儿 从风阻 油耗什么的会好一些 另外就是这个空间 过线高什么的也没问题 还有就是它大呀 对不对 可以买那种折叠的车顶帐 这个空间 我觉得往这一搭 然后你也不用去 什么收地垫 支帐篷 省了好多繁琐的事情 找一个好看的山 找一个漂亮的海 你看山海泡嘛 坐在后头 露营啊什么的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惬意 那今天试完之后 你感觉这个车 改装能达到你需求 必须的 而且这个感觉 早上一推开 有一种 推开我自己家院门的感觉 推开院门 这个门 让我想起了什么呢 mini的Clubman 对 我一直想要那个 四手五路 又送你一辆mini Clubman 也是非常幸运 有这么一个试驾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在北京 这种现行的城市 体验到皮卡的快乐 我真是觉得 买这么一辆车 真是顶了 家里两三辆车的用途 看吧 如果能早点退休 咱们去一个不限皮卡的手势 咱也买上这么一辆 过过瘾 这一辆车的用途